好 其实现在我们的台湾水果在莲物跟释迦方面 被中国是以有借壳成为理由就禁止进口 那接下来我们台湾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到国际呢 今天陈吉仲在令院被巡的时候 他说目前中国方面针对这件事情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还是希望中国可以在接下来9月30号之前 可以提供防检资料 但是虽然中国不进口我们的水果 其他国家可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来看到这两个 像是在冷冻市家的部分还有凤梨 其实日本冷冻市家平均年销大约是5吨左右 今年还渴望来到15吨 而另外像是在凤梨的部分 凤梨在1到8月这段期间就有1.8万吨 比起去年成长大约是700% 首度占上了万吨大关 所以陈吉仲说我们接下来其实是有目标有方向在进行的 接下来他目标首要就是要降低仰赖单一市场 不可以只靠中国 同时要提升把这些水果运到国外的冷链技术 才能让更多外国人知道我们台湾水果的好 台湾盛产的市家一切开白嫩嫩果肉多汁香甜 却在中秋节遭到中国以借壳重为理由 宣布禁止进口台湾市家汉联务 能管会主委陈吉仲先前说 如果中国到9月30号前都不回应 将会向WTO提起申诉 事隔一周中国恢复了吗 中国目前依旧静悄悄而其实除了这一次的 市家汉联务今年二月 中国也以同样理由禁止台湾凤梨进口中国 不过危机是转机反而让台湾打开日本市场 虽然台湾凤梨整体一到八月出口量 是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三十五 只有两万九千多顿 但是这当中出口中国 只有四千零二十八顿是去年的十分之一 日本一万八千多顿 比去年成长了百分之七百四十二 首度占上万顿大关 那台湾的市家也有机会大量卖到日本吗 成吉仲说目前都有在跟日本的大通路商接洽中 就是希望降低台湾水果仰赖中国单一市场 找出另一条路 华市新闻王姓黄瑞玲 台北报道 月论